36周公苏对胎儿的危害 米洋 产科 主任医师 到了热泽晚期以后 三十五六周以后 这个舍底下的这种骨索会越来越平 所以我们为啥这四号抬头一节 开始相较入魄呢 这就是因为有这种骨索以后 才是死的你的抬头才能入魄 所以这也是合正常的一个现象 如果说这四号折得要早产了 咱们就折得要早产了 而且你有痛感 三五三四伏中一次骨索 只要舍呢 那这是至少需要不需要宝胎呢 其实也不需要宝胎 因为它已经就足跃了 这部分小孩搜出来以后呢 它其实和我们足跃的胎儿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在于这个时候 如果不管你是舍利性的骨索 舍利性骨索是正常的 如果发生的真的要难免的这样一个早产 也是不需要宝胎的 就说其自然就行 所以呢就是对于幼妇又妈妈来讲 到了这时候以后呢 自己要去辨认哪些是舍利性的哪些 可能是真的是要搜产 自己去辨认家 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不必特别去紧张 你关注它这个事情 你只需要去 比如说我真的疼痛了 那我一夜去走 那可能真的要是早产了 那这时候呢 你还觉得它舍利就完了 专家提示 一 认身晚期后 胎头已经开始下降入盆 生理性公缩会越来越频繁 是正常现象 二 因为宝宝已经足运了 这时即使真的早产 也不需要保胎 三 所以孕妇自己要去辨认哪些是生理性的公缩 哪些是真的要生产 不必过于紧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